大家好,我是學長 今天跟大家一起沖一杯咖啡吧 今天沖一杯咖啡跟大家聊聊一些 像最近日常生活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上禮拜去大港杯 看蠻好玩的 難得啦,第一次去 去高雄的展會 其實 覺得天氣真的是蠻舒服的 跟台北比較起來 台北真的是 最近的展會都有很大的 不是刮風還是下雨 覺得高雄真的在這個方面蠻舒服的 而且高雄真的是一個靠水的城市 就覺得 在港邊辦咖啡活動 真的蠻浪漫的 因為喝咖啡有時候我們就喝一個很浪漫的感覺 所以這一次在大港杯 就覺得還蠻棒的 如果這位 有機會的話 明天也可以去 去那個高雄 就是 光榮碼頭旁邊 走一走 然後 我們邊 到了大概5點多的時候 那個時候正好夕陽 準備要下山了 然後就看到港邊有一個那個很大型的那個 那個把 貨櫃 吊上 暗的那種很大型的機器嘛 有一根像鐵鍊一樣的東西 你剛好看到那個 太陽被鐵鍊掉在水面上的感覺 我覺得 超Q的 這是 大港杯的一大收穫 就覺得 果然高雄的港邊還是挺美的 OK 好 然後我們今天玩的是 Minos魔鬥機 日學長一直 覺得 很棒的一個魔鬥機 因為它的外觀 蠻美的 每次看的時候都覺得 心情挺好的 然後又很好使 很好用 有 有一個漂亮的咖啡器材真的是一個 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煮咖啡 除了像學長說 一堆技術以外 應該對很多人來說就是 煮咖啡的時候那種爽快感 那種覺得 自己被好東西包圍 然後那個香味 對啊 蠻過癮的 所以今天學長推薦選了一堆 金金的 玫瑰金的 V60 真的也是 擁有一支也是 心情真的是非常好 OK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那種 像是 對於器材的那種喜愛度 像學長有時候對於自己 的一些器材 譬如說像這個 小豆豉 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或者是 這種 老岩尼的杯啊 但是就有一種 欣喜感 就覺得 我玩洗他們來我好開心喔 OK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也是老岩尼的新的手 手衝 這手衝真的好好用喔 然後 氣質也是 蠻 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水溫95度 下去以後呢 因為他的 杯地很厚 所以大概就90度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 來衝 好 好 好 一樣我們先做門針 1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50cc到60cc都可以 最近 現在也看了一些 動畫電影 最近很紅的鬼滅之刃的 電影版 然後前陣子我看了那個 紫羅蘭永恆花園的電影版 兩部電影版我都去看了 其實蠻難得的 因為以前 其實不太習慣會電影院看這個 動畫電影 今年兩部都看了 然後呢也證明了學到好像已經 年紀有到了 他鬼滅之刃的時候我一直在打磕水 有點沒辦法融入那個故事情節 就是 很多人都說他 很熱血 很感人 我實在是有一點 擠不出一點熱淚 好 但是呢那個 紫羅蘭永恆花園呢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其實也是一部非常感人的 的作品 而且年齡層的就比較適合 上班族 或者是那個 像學長這種七字頭的 比較沒寫沒類的 可能看過比較多大風大浪 對於 太過於 熱血 刻意熱血的作品 我們可以比較美感的 可以考慮一下那個 紫羅蘭永恆花園 因為他是描寫 戰爭 以及 送信 的一些蠻感人的故事 然後 整個製作啊 分鏡啊 人色 都相當的美 而且 很觸動心弦啦 那學長大概在看那個 他的 動畫的過程之中 大概 熱淚銀框有個 三五次吧 實在覺得 還蠻感人的 然後電影版也還可以 OK 如果各位 要看的話 我是比較推薦看紫羅蘭永恆花園 好 剛才出完第一段 從第二段的時候往外繞圈 對 然後 覺得 這個 紫羅蘭永恆花園真的是一部 金拉尼就是之前 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話就是那個 被撞火的那個動畫公司 的一部 巨作 看了 賞心悅目又很舒服 好 最後我們再補個 30cc 補一點點 好 450cc 好 沖完了 然後煮咖啡呢 邊煮咖啡邊閒聊 真的是 人生很大的壞事 像最近 有蠻多 算是長輩吧 然後 會來跟學長 來我家一面 跟我聊一下天 其實我覺得大家對於 咖啡的那種 那種 追求 很多時候真的是 一點點的愛憲啊 然後加一點點的品味就可以讓你 生活過得很開心 也可能對那些長輩來說退休了嘛 對不對 他們就需要一點點這種生活的 有之有味的慰藉 所以 我就其實常常教他們一兩招 給他們一點點小觀念 他們就覺得很開心的那種感覺 我還是覺得不錯 我說咖啡這一行 能夠讓一些 大哥大姐 能夠覺得 蠻有感受的 然後生活美美的 然後 煮完咖啡後 香香的喝起來 風味上面就不會那麼 不會那麼複雜 但是很舒服 我覺得實在這也是一個境界 因為每個人喝咖啡有不同的追求 像 像今天我們今天做的水洗野家 這支豆腐 那水洗野家一直都是需要長輩豆 因為喝起來 就是能夠讓 你很舒緩 然後也不用太強 太多味道 就 他比較平淡 但是 不用太激情 那這種就很生活化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蠻適合 蠻適合 平常就要喝的 OK 那偶爾也來一點厭陽 偶爾來一點 酒香 但是 水洗野家這種豆子 還是很適合大家 過生活喝的 OK 那我們今天的 沖煮的 日常沖煮就到這邊為止吧 有空再跟大家分享 希望生活點滴 好 好